我想跟大家先去聊一下 就是说刚才其实包括林总 包括前面的这个例子 包括其实都在讲这个 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这个Bitcoin SV这个网络上 它有哪些特性 以及怎么样去使用它们做这个交易的 这个一些信息上的一些优势 那么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其实在之前 如果关注这个区块链的话 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 所谓这个区块链1.0就是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网络实际上大家现在 基本上说它是区块链1.0 以太坊当年之所以出来 是因为它打的这个区块链2.0这个旗号 说我们OK比特币上共同做智能合约 所以以太坊借着这个智能合约这个概念 然后做了一个升级 然后打了区块链2.0的这个旗号 然后再进行宣传和推广 当然它确实是做出了一个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一个网络 然后确实也吸引了很多开发者 在上面做这个智能合约的开发 但是同时其实刚才其实以后下面也提到了 我们在以太坊其实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一旦有大量的比如说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应用的话 那以太坊整个本身的这个网络拥堵就会产生 然后手续费就会变得异常的高 然后其他的应用就会同时受到这个影响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隔个头来看 那就看看我们到底是这个以太坊和比特币上究竟能不能做智能合约这个事情 我们就要重新来回头审视一下 那么首先在在此之前呢 其实我还是想大概再介绍一下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个概念 那首先智能合约的从定义上来说 它是一种以这个信息化的方式 就是传播验证以及执行合同的这个计算机的一个协议 所以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它允许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可信的交易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从特点上来看 我这里就有三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是误挂无奇异 这是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智能合约来说 跟传统的比如说我们线下签的这种合同呀 这些合约呀 这些法律上的一些文件的条款来说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它是以程序化的方式进行编码的 那么程序化其实它解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属无奇异 相当于对于任何一个比如说传统的合同来说 你的法律条文的解释性 可执行性 它是存在一个解释空间的 相当于如果说了问题 最后大家去判断这个合约该如何执行 如何判决是需要靠律师这种职业去进行解释的 那么但是智能合约实际上 它因为它是代码书写的 所以它在解释上其实是 OK 不好意思 对 所以说智能合约上 它在这个编写的过程中 因为它是用了程序化的语言编写的 所以它在这个无奇异上面是更明确的 相当于这个合同在拟定的时候它具有更明确的语意 第二个特点呢 它是透明可追踪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智能合约是部署在 部署在这个整个区块链这个网头上的 它的这个合约的内容 包括它执行的这些交易 都是可以进行追踪和审计的 那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用智能合约 或者说大家为什么相信智能合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 因为它是公开可追踪的 交易可追踪的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有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我的这个合约一旦公开出来以后 那么对于任何执行 无论你是首次执行还是多次调用 它都是能够保证行为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它的这个整个执行 执行结果也是可以相当于是 它是一个这个这个密等的执行结果 那这也是它的一个特性 那么作为智能合约来说 它的这个优势有哪些呢 相比于传统的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合约合同来说 它有哪些优势呢 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执行是非常高效 并且实时的 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说我传统的一个合约 比如说我要去跟这个做一个支付的合约 那么我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个比如说打款的周期啊 对吧 那个那个供应链的这个 它上下游的这个账期啊 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会比较长的 那么智能合约它可以做到的说 OK我在执行的时候就能够进行实时的结算 这也是有依赖于 这个底层的区块链网络的一个高效的一个 实时的一个结算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实行的成本低 这个实行成本低 也就是说相比于传统的这种合约来说 它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做 包括像律师呀 包括像审计人员 包括像这个最终的执行的这个过程的这个监督方 这些成本其实都是可以降低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可以显著的降低人为干预的这个风险 实际上呃 人为人为干预这个事情在一个合约的执行过程中 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就像刚才说的有的合同已定以后 它的可解释性 因为这个语义的这个这个模糊含糊性 然后它的这个有些可能这个执行的实际上最后执行的过程中 执行哪怕是合约执行过程中 也会有很多可以人为进行干预的点 那么这些点实际上为这个合同的执行带来了一些不可不可预知的风险 但是智能合约作为一个计算机协议来说 它可以很好地降低人为干预的风险 那么刚才讲的这些包括特点优势 其实都是智能合约相比于传统的这种合约合同的方式 它的一些特点 在应用场景上来看 智能合约它有哪些可以可能存在的典型的应用场景呢 包括这里我可能列了几个也是比较主要的 包括比如说担保交易 然后去连带合同 然后比如说第三方仲裁 甚至是多方签名的这些合约 那么刚才说的这些可能都比较抽象 我想举一个更贴近这个现实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不知道比如说大家来参会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不是大部分同学也是这个坐飞机来的 飞机这个晚点这个事情可能也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传统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在这些应用里面 可以看到的是有这种延误险 对不对 那延误险比如说保险公司 我推出一个飞行的延误险 那比如说你只要晚点两个小时以上 或者是晚点多长时间以上 它可以进行一个赔付 那这种其实保险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 就是如果经常大家比较经常去旅行的话 实际上它是很有意义的 那就是因为可能经常会遇到飞机延误的这种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又想挽回一些损失 大家可能就会去买这个保险 但是这个保险的前提是说 做保险它并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包括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 它实际上并是真的并没有这种开发保险的这个资质 那保险本身实际上目前在国内的这个行业里来说 它也是有这个必须有资质 你才能进行这个做这个保险业务的 那么实际上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需要去相信保险公司这个实体 它有能力有意愿 并且有责任去履行这个保险的职责 那假设如果说我不想用保险公司 我想自己来做这个保险 因为比如说我非常了解某一个航班的情况 或者说我非常了解某一个地区的这个延误的情况 我想自己做一个保险 让大家来卖我这个保险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智能合约是非常可以非常完美的去解决 这样的一种场景的一个需求 因为什么 首先这个这个怎么做呢 我先大概说一下大概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我比如说我开发一个智能合约 比如说如果这个就比如说用户可以先支付一笔小费用进来作为这个购买保险的资金 然后呢我同时也支付到一笔资金进去这个合约里面作为这个支付的保证金 那么我的智能合约的逻辑里面写 比如说如果真实发现了这个飞机晚点的情况 当然这个飞机晚点这个事实 我可以由现价变价的一些这个数据来提供 当发生了这种事实的话 那么我把这个保证金打给这个购买保险的用户 当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这些这个用户的钱相当于打到 也继续打到我保证金的这个池子里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合约 它的主要的逻辑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这样的逻辑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用户此时他就不需要再去相信说 OK你这个保险的背后是一个非常有资质的 非常有能力的保险公司 他在为你承保 对吧 那你付了钱 你相信他会赔付你 你其实就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信任和假设 你你需要其实这时候信任其实发生了一种转移 这种转移是说你相信这个智能合约 他能够正常的执行 因为合约本身里面 他保证了一旦发生真的完点 你确实可以拿到赔付 那这样实际上对于整个对于这个保险的这种业务上来说 实际上他的把这个信任由对传统的保险公司的信任转嫁到对于智能合约的信任 那智能合约的信任只要你智能合约开发的没有问题 他的执行一定是能够被这个我们所所所所在的这个公链所能保证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想 大家从一个传统上的需要去信任一个第三方的这样的一种交易场景 也转化成为了一个相当于交易双方保险这个保险人和这个保险提供服务的这样的双方的一个交易 他实际上减少了这种交易的摩擦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讲的一个更加实际的接近实际场景的一个智能合约的例子 那么对刚才其实讲的这个讲的这些讲的一些其实最主要的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智能在智能合约在比特币这个以及区块链这个行业里面 智能合约实际它是具有非常举足轻松的一个地位的 而且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和前景 那么接着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那么之前很多人认为比特币上做智能合约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所以才会有了以太坊 所以才会有了以太坊应用的相关的这些生态的这个蓬勃的发展 那么我今天想讲的实际上是说比特币上 这里特质 BitcoinSB上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智能合约开发的 那么我想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个演讲主题 也就是之后可能会比较偏向于技术 就是怎么样去做这个智能合约的开发 那这里可能接下来可能就是会有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技术的细极了 我尽量以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语言去跟大家去讲述 那么我会介绍介绍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比特币的一个UTXO的模型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比特币原生的脚本语言script 第三个呢是介绍一下这个用script写的这种合约和以太坊用solidity这个编程语言写的这个合约的一个对比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UTXO模型 这个实际上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比特币网络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底层的数据模型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 有画了两个这个交易的两个交易 我们叫transaction 两个transaction呢 它分别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结构 一个叫input一个叫output 实际上对应的中文就是输入和输出 那么我们这个output里面实际上包含重要的两个字段 包括value就是比特币 还有比特币的这个个数 locking script是锁定脚本 它是一段脚本 计算机的脚本 代码用script的语言编写的脚本 它的作用实际上 我们可以等会儿可以具体看到 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类比打个比喻来说 它就是一把锁 锁住了这个交易 那么input来说 在input这个里面 我们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字段 然后prevtxidindex和unlocking script prevtransactionid和index 相当于它是一个指针 相当于唯一能够去指向前面这个transaction的output 它相当于是可以做一个指向的一个锁印 那unlocking script呢 同样也是一段脚本 它相当于在它的这个transaction里面作用 相当于是一把钥匙 那整个这个比特币网络的utx的模型的机制是什么呢 相当于我在前一个交易生成的这个output里面 会指定我的非常特殊的说 我这个output里面锁定了比如说一个比特币 那么我的锁定脚本指定了说你要想夸我这一个比特币 你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那么后面的这个后面的第二个transaction的input里面 这个unlocking script实际上就是为前面的这个对应的locking script提供了提供证据说 看我这里有了能够满足你条件的证据 你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满足你的条件 那么真实的发费的时候 这个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去验证的是什么 就是第二个transaction能够去发费第一个transaction的条件 是说后面的这个unlocking script能够打开前面这个locking script的这个 它们俩这个组成的脚本能够被矿工验证通过 实际上更邪性的比喻就是说后面这个解锁脚本能够打开前面这把锁 对那同时如果说后面的这个transaction2里面的input可以打开前面这个output的这个锁 那么它就可以指定在自己的交易里面创建一个新的这个output 那这个output实际上我们就称它为为花费的交易输出 那这个也是说它是比特币最底层的交易的一个模型 以及这个交易的花费模型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刚才其实看到说在这个最底层的这个模型之上 我们这个在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 它们两个其实都是一段结算机的代码 那这段代码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写的呢 那这里实际上是用比特币原生的脚本语言叫script来书写的 它是一种基于站的这种脚本语言 包含了它包含了一些特定的一个指令集 中间但是这个指令集比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它中间没有跳转指令 这是因为这个在矿工验证的时候 它要防止你的脚本里面有这种错误的死循环 然后导致矿工验证的失败 然后所有的这些脚本内置于 它是会内置于胶域中由矿工节点执行验证的 那么最重要的脚本就是锁定脚本和杰作脚本 这里我想给大家去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去解释一下 它这个script的脚本是如何运行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个锁定脚本 它实际上是由比如四个操作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写的op1,op2,opadd和opequal 这相当于是四个操作嘛 然后解锁脚本是op3 那我们现在相当于这个脚本 实际上要去完成的事情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需要去验证的是说 锁定脚本它提出了一个问题 它这个问题用自然语言来表达是说 1加2等于几 实际上它提出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解锁脚本里面提供的答案是说 1加2它的结果应该等于3 那么联合脚本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解锁脚本加锁定脚本 拼接在一块形成的这个所谓的完整的脚本 我们叫联合脚本 那这个联合脚本就是op3,op1,op2,opadd和opequal 这就是联合脚本 那这个脚本的验证过程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就在验证说你提供的解锁脚本 是不是能够满足我锁定脚本提出的这个问题 满足我的这个要求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因为script脚本是基于站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站的状态上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执行 它是从左整个脚本的执行 是从左到右逐个操作码进行执行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分别执行 每个操作码以后这个站的状态是 是一个什么状态 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状态 第一个opcode三执行以后 这个站上实际上是只有元素三 那么第二个这个操作码 opcode执行完以后 它的这个站上相当于两个元素 三和一 第三个操作码执行完之后 站上的状态变成了三一二 off-add这个操作码相当于它是 它的它的作用是说 把站顶的这两个元素一和二相加 然后再把结果放回到站顶 它的结果就是三 这时候站的状态变成有两个元素 三和三 最后一个操作码 op-equal 它的它的作用是比较站顶的两个元素 是否相等 这个操作码执行之后 站的状态变成了站顶元素 只留了一个元素 是处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脚本的执行过程 就已经结束了 对 整个脚本结束 如果站顶元素是处的话 相当于这个脚本 是执行成功的 换句话说 相当于我们提供的解锁脚本 能够满足锁定脚本的要求 那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 我们能够对这个被锁定的比特币 进行相应的一些 后续的一些操作 对 刚才讲的是一个最 最简单的一个脚本的执行过程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 Bitcoin的脚本 是这个P2PKH的一个脚本 它的全名是P2PublicKatch 那这个脚本实际上长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长得是这个样子 它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实现的功能就是我们 比特币转账 比特币网络里面的 最主要的一个转账的功能 就是由这样的一段脚本来实现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首先 并不像可能很多人想象的 就是比特币转账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或者是说 就是相当于类似于 传统的这种 开发的这种中心化的数据库 它是说 谁有 谁有 这个谁的钱 地址上有多少账 他加一 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 这个 顾及的这个状态里面 他的转账的时候 他的这个币就会减一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脚本来做的 所以说 它这是一个比特币网络最大的一个特点 它并不是说 是一个完全有 这个全局状态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再回到说 比特币智能合约这个概念上来说 实际上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 或者是大家需要去 去弄懂的 其实主要就是锁定脚本和解锁脚本 这个概念 以及脚本验证的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抽象来说 锁定脚本 就像刚才说的 它描述的是整个约束的条件 它的特点是 它是可以灵活可编成的 通过使用Script的语言 我们可以写非常复杂的锁定的逻辑在里面 这个逻辑完全可以出于你的业务需求 你希望 你希望这个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下 才能够去 让你的这个 合约去执行 那你可以把整个逻辑放在锁定脚本里面 那解锁脚本 它的作用 最大的作用就是提供预约的这个证据 那通过提供解锁脚本 是合适的解锁脚本 当它满足解锁脚本的需求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移动这个锁定脚本 它所锁定的这个比特币的份额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脚本验证这个过程也就是说 通过验证刚才说的这个联合脚本的合法性 来确定你是不是能够真的使用这个脚本的UTXO 它是具有一个密等的一个特性的 然后我们比较一下 就是比特币的这个script的语言 以及以太坊的slit语言 智能合约 开发智能合约 它们有什么差异 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看 首先执行成本上来说 那执行成本 刚才其实也有嘉宾提到了 以太坊网络上 在智能会非常拥堵的时候 单比交易的手续费可能高达十几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手续费 但是在Bitcoin SV网络上 它的执行的智能合约的转账的执行成本 手续费成本是非常低的 可能就几美分 如果是算到就是一般情况下 可能几美分都不到 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成本 然后它的执行效率上来说 那么刚才也看到了 script的语言 编写的智能合约 它的执行效率是非常高的 那slit语言 一旦你的这个网络 遇到拥堵的情况下 你可能等个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你的交易都未必能被确认 最后一点 从开发效率上来说 那我们可以看到 slit语言智能合约 如果大家有了解过的话 它其实是很像这个java script 它开发起来 对于开发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整个它的这个工具也比较完善 所以说开发 以开放智能合约是一个 开发效率还比较高的一个事情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script的语言 因为它有这种底层是非常非常细节的这种操作码组成的 那想去做这种语言的智能合约的开发 它的开发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如果大家之前有了解过的话 它实际上类似于汇编语言 那现实中大家是很少有人会去用汇编语言去开发程序的 因为这个开发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script的这个项目要去成立 和去想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想去做这样的一个高级的智能合约的开发语言 然后让大家能够更低成本的去开发比特币网络上的智能合约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script的高级语言本身 script高级语言我们把它定义为比特币智能合约的高级开发语言 实际上我们就是对标于就是以太坊的solidity语言 那它的这个语言声它是一种静态的编译型语言 它的编译的这个目标输出语言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script的脚本 那它具有的特性是说它的这个语法简单比较容易学习 它的整个语言是静态类型的 它可以提供更强的一个安全性的保证 那合约实力化以后实际上它是形成的是锁定脚本 那合约调用的时候它实际上形成的是解锁脚本 这是从大的方面上来说我们script的语言 需要它的一个定位以及它的一个特性 那么简单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通过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语言 到底是长什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 对这个屏幕左边 我左手边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里面有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contract 然后如果有熟悉这个对象变向对象编程的话 或者是熟悉JS开发的同学 可能一看大概也能猜出来这个合约到底是在干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几个地方 我大概提一下 首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最后两个function 实际上是public function 这个function它们的最终的结束的语句 都是一个require语句 这个语句是非常特殊的语句 那么它是干什么的呢 实际上它这个require语句 中间传的参数就是一个不玩表达式 它相当于就是在做我们刚才说的 去验证你的解锁脚本的里面的逻辑 是否符合你这个锁定这个脚本 锁定这个合约的内部的这个逻辑 如果说你这个不玩表达式 在执行过程中返回的是处子 返回的是处值 那么我认为你这个条件检查是过了的 那么你就可以继续往下执行 如果说你这个表达式执行的结果 在执行过程中结果是false的话 那么我就相当于你不满足我的这个 这个锁定脚本的条件 那整个执行就会失败 那你的交易相当于 也是没办法进行上链的存储的 所以说从这个这个合约 这个整个来看的话 它比前面这个script 原生的这个script的脚本相去对比的话 它大大提高了这个程序的代码的 这个可读性可写性 这个可理解的这个 以及降低了它这个学习成本 就是只要有一些js开发基础的人 或者是任何面向对象语言 开发基础的人大概都能看出来 这个语言该怎么写 它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进阶的一些语法的特性 包括import就相当于导入第三方的who 然后包括一些静态类型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合约内部 实际上还会有一些 整个语言会有一些 包括内置合约的一些 类似于包括who 的那些内建的一个支持 可以帮助大家更快更好的去写 更复杂的这个合约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比如说有这种asm function的这个支持 asm function相当于就是原始的 用这个script的语言 纯script的语言去写的这个脚本的这个function的这个 内联的这个嵌入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说因为大家实际上在开发过程中 肯定还是除了语法这个特性之外 它还是需要用更好的工具 那么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提供一些工具 去帮助大家去更好地去开发script语言 包括这个script语言的开发的这个ide 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个Viral Studio Code的插件 大家可以在里面搜script就能看到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支持的一些特性 包括这个语法 这个高量呀 然后包括自动去自动武器呀 包括一个自动编译 语法错误检查 然后包括这个debug 对然后包括这个test unitest等等 都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Virus Code的这个插件里面 它去包含了这样的一些功能 通过使用这个插件 大家可以更流畅地去在这个Virus Code里面 去开发script的合约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线上版的一个ide 这个是一个线上版的网址是script.c66 然后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相当于一个试验场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不安装任何软件的前提下 去这个网站上去体验一下 这个script合约甚至是script的本身的这个底层的这个脚本 它是如何运行的 以及大家可以进行一些尝试 这个合约的这个执行过程中的尝试 包括debug什么的都是都是可以的 都是有一些简单的debug的功能 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针对javascript开发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sdk 这个sdk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去 更好的去在js项目里面继承script合约 对最后其实我想讲一个 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比较宽泛的一些介绍 那么最后其实想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例子 一个开发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我们是用script去实现一个 基于UTXO模型的一个token的一个合约 它的需求是什么呢 需求也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要实现一个可以 实现一个可以简单的可以转移的token 那么整个设计思路呢是基于UTXO模型的这个 这个思路它分为就是我们可以 比如说看到左边这个图 比如说我刚开始有100个 假设我有100个这个token 那么我需要做转账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想给A转70个 剩下的30个还在我的地址里面 那我相当于在这个UTXO这个层次上 我的模型就是我把相当于把一个100个UTXO 分成了两个UTXO 一个70一个30 那接下来二次转账 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分 70又可以分成40和30 30也可以分成20和10每次拆分相当于对应于一次转账 那么相当于你这个token实际上可以不断的去转下去 那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有两个我收到了两笔交易 两笔交易的token一个交易token里面有30一个交易token里面有20那么我还可以进行一种操作是merge操作 他实际上完成的是说我把这两个token合并成一个50的token 那整个这个 这个 UTXO的这个交易上的模型设计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设计和思路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基于 这个模型刚才说的这个模型设计的思路那么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整个的交易的这个 input output的设计就是这个图中展示的这个可能会比较复杂 我就不详细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之后自己看一下 实际上他这个说白了这个智能合约的设计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对整个交易结构的设计 这个交易结构是指的是bitcoin的transaction的设计 主要涉及到input和output该如何设计input里面的锁定脚本 input里面的接锁脚本以及如何设计output里面的这个这个锁定脚本 这就是他最核心的这个设计 那么真实的这个合约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合约的样例 大家可以在github上这个我们有一个borderplate项目里面去可以看到它的代码 它也是可以直接运行的 那么这个除了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提到的借助于我们开发的这个scriptlib的这个javascript固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更复杂的一些包括这个单元测试 包括一些线上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这里面我写了几个图 就是我们怎么样写单元测试 这个单元测试的代码实际上就是一个纯js的代码 它用到了就是说比较常见的js的测试框架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构建这个交易 然后并且去构建这个合约 然后对合约的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例子实际上在测试合约的刚才说的split方法 这个split方法是否是满足你的这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是可以通过写js的一个单元测试来验证你这个合约是不是有问题 那么部署合约的话 实际上部署和调用合约也都是纯js的代码 那么你这个合约开发之后 你可以通过部署到测试网去 并且进行这个调用去发送交易 去验证这个合约执行的这个准确性 以及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这个样例其实也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有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把这个项目扣拢下来 然后去执行一下 对这个是调用合约的一个代码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代码 对就刚才说了其实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想 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比特币网络合约上 智能合约开发这个事情 实际上它是一直就可以做的 只不过对于之前来说 因为Script的它原生的这个Script的脚本 异常复杂 然后呢 而且大部分这个开发者来说 没有没有精力能力去深入的去了解这种语言 所以给大家造成了一种误解 说我们在比特币网络上是没办法开发智能合约的 但是我们其实通过做Script的项目为大家提供这种高级语言 开发语言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用这种更加对于程序员来说更加友好的这种 编程的高级语言去降低整个智能合约的开发门槛 那智能合约实际上它能够带来的无限潜能才是这个整个 这个区块链更更加吸引人和未来更具有这个应用价值的一个一个潜在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更期望看到的是说 不同的这个开发者企业应用场景去开发出各自各样各式的满足自己需求和场景需求的这样的不同的合约 这里面包括比如说这里面可能想到的能够大家想到的选举合约 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的define合约彩票合约版权合约等等等等 这些这些合约都能够在Bitcoin SV网络上去实现 而且我们也相信通过大家使用和我们构建更更流畅的更全面的这些工具和服务 能够让这些这些合约尽快的更更快的去真正的能够做到一个落地 这也是说其实想想给各位企业家其实也是说想给大家的一个一个一个提示 就是说智能合约这个事情在比特币网络上完全可以做到 就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就就看你自己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对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想讲的主要的主要的内容吧 最后其实这一页上有我的一个联系方式 然后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联系我 然后并且我们可以去交流任何有关这个合约相关的一些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